然后自己一个人瘦着 没有人知道 以前阿尔跟我说过 他说他肚子里面还怀着小孩的时候 就被人打了 我听了真的心都碎了 可是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 你太假了 其实阿尔现在你看 没有我在的时候 他每天都能过得开开心心的 他现在卖山货卖腊肉 对不对 他以后等菜熟了 他还可以再卖一些菜 这样子他就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虽然不多 但是足够他自己生活了 我觉得我的任务好像也完成了 我该去干我自己的事情 说说我能不能放得下他 其实我真的放不下 可是放不下又能怎么办 放不下我 我能怎么办 难道我一个大人呢 我要时差烂打着吗 我想给他一些时间 也给我自己一些时间 也给我自己一些时间 以后 我就把它当成 普通的朋友 真正的普通的朋友 今天剪的颗头发是不是很臭 因为 因为每天下班 我就进来找阿尔 真的没有时间去接散 除了吃饭睡觉 工作 就是带阿尔的直播 其实我不是一个傻子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 总是理智的那一方 先生 可是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如果是真心相爱的话 感情 可是感情的就是输得最惨 如果我离智下来 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阿尔很理智的 上去跟他做个了断吧 送他最后一个礼物 都已经买了 我就不能丢掉吧 对吧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觉得 反正现在 他也能赚点钱呢 他也能自己好好的生活了 没有我在 他也能开开心心的生活了 而且他现在住在这边 他也不会被人欺负了 其实挺好的 那我就暂时离开吧 我现在就在阿尔家楼下 我都不知道该不该下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个 陈宇还在不在他家里 我现在上去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面对他们两个人 我怕我会失态 我怕我会失态 我想我还是上去吧 我想我还是上去吧 只是我们现在 确定的是 只是我们现在确定的是普通朋友关系而已 我们也不是仇人 对吧 我说是不是 我说是不是 说我看到 阿英和阿涛已经要结婚了 你们看到他视频没有 算了吧 开心一点 就当做一场门 我真的 不要放弃 其实我没有放弃 就是我现在不得不离开 我现在不得不离开 我并不是放弃 其实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我真的离开 再也不出现了 而他 他百分之一百 会后悔 真的 不管他 说什么 不管他怎么拒绝我 都没有关系 真的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离开 他一定会后悔 女孩子嘛 是不是 女孩子嘛 他总是放你比放数还快 没什么的 可是我今天 我真的决定要离开他了 不是因为他赶我走 今天我想要离开他了 我说我不爱他了 真的不是因为他推我走 而是因为我发现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以来 每一天他跟我在一起直播 他从来都没有开心过 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他总是心情不好 他只有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心情才会好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该走了 这不是吵架 我觉得这比吵架还严重 可以说 我从认识阿尔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跟他吵架过 他压力太大了 世俗的压力 对阿尔压力是很大很大的 可是你们觉得我没有压力吗 我一个人来到这边 我来到四川之前 我附近有两个公司 是做得很好的 而且是刚刚刚刚做得很好的 我来到这边以后 我把公司的事情 全部都交给别人去打理了 现在公司 也搞得要死不活的 可是我一点都不在意 因为我喜欢的人 我爱的人 他在四川 我想要在四川重新开始 我离开 离开我的家乡 离开我的家人 离开我的朋友圈子 我一个人来到四川 你 我不是十几岁的小孩子 我是下着决心的 可是你们可能不了解我 这一切都是活该 没人同情你的 我不需要人同情 因为这是我的选择 我也没有后悔的 我说了我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事情我都不会后悔的 我说过 我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永远都不会放进阿尔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说过的话 我说的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我永远都不会放弃他 可是现在我真的不得不离开了 哪能不要这样幽露寡断 我没有幽露寡断 我真的没有幽露寡断 我说我爱他 我说我会爱他一辈子 就是会爱他一辈子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包括现在这样 现在是他不需要我了 那么我就离开 我离开他 并不是我不爱他了 而是我 我不得不离开 仅此而已 因为我知道我离开他一定会后悔的 因为我知道我离开他一定会后悔的 如果我真的消失他肯定会后悔的 其实我 其实我多想 带他一起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 真的 阿尔之所以每一天压力那么大 其实真的 就是因为身边太多长辈 在给他光输很多很多思想 很多分件的思想 那他压力很大 因为都是自己最亲的人 那我一个外人 我能说什么 我想要让他跟我一起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 就算不去福建 我们去全国 去走一圈都行 去散散心 他的想法就会改变 他就会通透 我走过中国好多好多的地方 我走过中国好多好多的地方 真的 真的 能 走的地方多了 想法真的会不一样 没有遇到阿尔之前 我也以为我自己 自由自在 没心没肥 风好大 哎 对风很大 福建找不到老婆吗 怎么会找不到呢 可是我都说了 要爱他一辈子啊 好像有人来了 不要失水我不认识的来 你好 你是阿尔的亲戚吗 不是啊 怎么了我去找人啊 你找谁你找阿尔了吗 我找阿尹啊 他们太热情了 太热情了 非要让我留下来吃饭 然后我手机也没电了吗 你是你是成语 是啊你怎么认识我呀 我不认识你 你在这干嘛 你找阿尹你找阿尹你跑到阿尔街干嘛 我以为阿尹在二家里面呀 哦你就是那个 烦什么是吧 你认出了呢 啊 没事 阿尔在家里是吧 是啊怎么了 没事 那你慢慢玩我就去找一下阿尹啊 你找你的阿尹你以后 没事还是不要去找阿尔了吧 什么意思 我去你是哪里的 成都的呀 你也是成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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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我福建的 福建的 我公司在成都 然后你说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去找阿尔是因为阿尹 我以为阿尹在他家里面 你不要误会啊 千万不要误会 我刚刚耽搁那么久就是因为阿尔的爸妈非要让我在那吃饭太热情了吗 我看到你们的视频了 我觉得你这个人 哪个视频 我觉得你不是不要去找阿尔 你以后你阿尹也远一点吧 阿尹是阿尔的子女 有点宽了 哈哈 我看到你们的视频了 怎么了 像阿尹说的 你怎么见一个 见一个喜欢一个 你就好 他们不明白 你还不明白 你是 你是汉竹人吧 什么 你是汉竹人吧 是啊 跟我一样 对啊 我是因为 那个阿尔是阿尹的亲戚 我就感觉我第一次见面 我肯定要热情你 我去你 我去你还是 离开两三吧 真的 哎 你现在这什么意思啊 我还感觉 哎 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 怎么你还 你们 你们不会有结果的 我知道你是喜欢阿尹 对吧 你凭什么 凭什么这样说 你这说话有点难听啊 我们有没有结果 关你什么事 说白了真的 是吧 我一来你跟我 我是为你好 你为我好我就谢谢你 但是我是希望你真心的为我好 不好意思我不认识你 我不会真心为你好的 那我也不认识你 你干嘛跟我说这些 我有没有结果是我的事情 关你什么事情 真的是你还真的有点莫名其妙 本来心情都不好 你不要再往枪口上撞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没怎么样 我能怎么样 你跟我说这些 这些百万抹角的话干嘛 是吧 阴阳怪气的说点话 哈哈 哈哈 就是因为我跟你 就跟 就因为我和阿音去帮过阿尔 然后一起开个直播 你试出了 阿音 是阿尔的侄女 对啊 他家里人也不会同意他借给汉主人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他的外公外婆还同意呢 你这人真的 我觉得管的有点稍微宽了一点哈 我本来哈 本来我就是 不想今天真的 我是很那个很那个的 但是我是憋了一团火过来的 你知道吗 干嘛 你现在不干嘛 阿姨不知道哪去了 阿姨不知道哪去 阿姨就跟他表哥去相亲呢 你说话注意一点行不行 我估计是 我说你说话注意一点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说话很难听啊 我就这么说话 你能拿我怎么样 我不能拿你怎么样 但是我说我请你 我尊重你 没必要跟他啰嗦那么多 对吧 实际就没必要 你啥关系 有你啥关系 没有我只是多多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 他们 一组人 要嫁给汉族的 是很难很难的 我就 我就多嘴说了一句 怎么可能 他心情也不好吧 是你自己 在追求阿尔吧 我看到我们很多粉丝都说你在追求阿尔是吧 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 没有那个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得到 你就在这揍揍我是吧 今天 是这个意思吧 哈哈 是不是 我要上去 你要不要上去 我上去干嘛 我要去找阿尔 我一会儿去找阿尔